白纸黑字的租房合同没到期 门锁被中介换了强行不让住 租客严女士昨天下班回去时 发现门锁打不开 被中介换了另一把锁 找来开锁师傅开锁后 自己的私人物品全被扔掉了 就连厨房里的锅碗调盆 油盐酱醋都被扔得一干二净 这可谓让严女士火冒三丈 然后昨天我们来了时候 发现门锁都给换了 后来我们打开门的时候 发现我们厨房里的 锅碗调本都不见了 还有一瓶香油 严女士的妹妹告诉记者 被中介扔掉的东西中 有一瓶父亲寄给自己的香油 因为是父亲亲手做的香油 自己平时也没舍得吃 打算隔天和姐姐分享 谁想到直接就被中介给扔掉了 说着说着严妹妹委屈地哭了下来 香油是我爸特意给我拿的 刚开始舍不得吃 还跟我姐留着 然后现在丢了 我也很难过 难道是严女士俩姐妹欠着房租没给 才被中介强行赶出去不认住的吗 不尽然 严姐姐找出了租房合同 合同上还差一个月才到期 而且给记者看了自己的转账记录 姐妹俩是一分钱都不欠的 就这样把他们强行赶出去 这行为完全不可理喻 蛮不讲理 签合同是一年 既然严女士姐妹俩合同没到期 房租也不欠 那为何中介会私自换所 把他俩东西全扔掉 想以这种方式强行赶走姐妹俩呢 为了帮助姐妹俩解决问题 记者朋友和姐妹俩一起前往中介公司 本来以为中介负责人很快就会赶到 但中介公司负责人一拖再拖 让姐妹俩和记者等了半天 才草草感到这可让严女士气的不轻 情绪控制好点的严妹妹 何声何气问起了中介负责人 自己和姐姐一枚欠钱 二友合同在这 拿起了姐妹俩的合同 给中介负责人看 但中介负责人就随意看看 根本就没有要解决问题的态度 这下给严妹妹也惹毛了 中介看这俩姐妹怎么那么难缠 说着说着就找机会想开溜 但被严急手快的严妹妹一把抓住 还称严女士打自己 面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中介负责人 严姐姐也是豁出去了 问题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 自己有理根本就不怕 就过来 你就要过来 我还有事呢 你打我 打我 我没有打你 你拉我 你不跟我讲 人要脸需要 就这张脸我都不要了 该打姐姐就打我 面对咄咄逼人的两姐妹 中介负责人也不甘示弱 让旁边的手下录下俩姐妹 自己还能怕俩小姑娘 中介负责人面对镜头告诉记者 他们之前是和两姐妹沟通过 会可能提前解约 而且有别的中介带他俩看其他房子 希望他俩搬到别的小区 并没有强制性让他俩搬走 严姐姐听这话不认同了 嘴上说没让我俩强制搬走 威胁我俩说房子要拆 还把我们的私人物品 厨房的锅碗瓢盆什么的扔掉 这还不算强制 对于严姐姐的质问 中介负责人也给出了解释 因为是多货合租 厨房不止他们一家用 反正东西不是我们扔的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者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严女士姐妹俩也决定不住到合同期 中介负责人也愿意把剩下的房租费 退还给严女士姐妹俩 算起来也是中介公司先违运 严女士姐妹俩不仅合同没到期 而且房租也是不欠 就这样把俩姑娘赶出去 真的不太合适 对于严女士姐妹俩不仅合同